今天的AT个股推介是邮邦1299 选选原因是疫情持续 多间机构都下调 内地今年经济增长预测 市场忧虑是内地经济 美联储加快紧缩政策等不利因素 恒指险首21,000关 中期来说南筹股 可以关注今个月底公布业绩的邮邦 邮邦将4月29日公布第一季业绩 摩根大通预料 邮邦第一季的新业务价值 按年会跌20% 去到8亿4千万美元 主要是由于Omicron疫情 导致业务广泛中断 以及去年第一季的基数较高所影响 令公司在内地的业务 很大机会会受到阻碍 不过邮邦是美国债券知识率上升的受益者 因为邮邦的主要投资产品 是债券和保障型产品等定息收入工具 随着债息上升 邮邦定息收入将会增加 提升债券的收益率和投资收益 为盈利带来额外增长 邮邦昨天跌百分之二 收报78.35 形态上邮邦受制于中期下降轨 近期多次触及84元关后回落 近期股价回落到80元以下 策略上 分阶段吸纳 第一注可以等77元收集 反弹阻力看84.4 不跌穿72元可以继续持有 中期来说 邮邦将未来三年大额回购100亿美元 并且上个月展开回购行动 有望为股价提供正面催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